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介绍的就是 跟这个访谈就比较不一样的这种方式 我们刚刚讲的是交点均力座谈 或是深入访谈 或是个别访谈 或者是半节目画式的访谈 我刚刚讲说是通过样本 而得到一些资料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 一些方法是比较不一样的 第一个我们叫做Free Association and Sentence Completion Method 就是用字的连结 或者是字句完成的这种方式来收集资料 用字的连结 或者是完成句子的方式来收集资料 第一个我们叫做Free Association Techniques 我们说这种方式常常用的有两种 第一种方式就是我给你一个单字 你看到这个单字之后 你告诉我你想到什么 你最直觉 比如说我问同学说 我如果告诉你 府人大学 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好比我现在写一个 府人大学 好你告诉我 第一个跑到你脑海里面的是什么 林敏哲 天主教哦 好黄俊杰 真善美胜哦 可是一般大众会想到真善美胜吗 那是因为你被我们教育了 对不对 其他人想到府人大学 假设你是一般大众好了 府人大学这几个字 你会立刻想到什么 好 正妹哦 想到正妹哦 府人大学正妹特别多 对不对 那男生就有福了 每天都看到正妹 好还有呢 为什么社会大众会有这种认知 很奇怪 然后他们会认为台大正妹就特别少 但是因为我外语学院有不错 比较重装 蛤 这他学习比较为达 你说什么 我没有听清楚 因为我外语学院非常的重装 业魔 对 外语学院 所以他是看到太多外语学院的学生 才会想到这个是不是 不同学院的风格不大一样 我们管理学院的学生 女生的打扮跟外语学院的学生 女生的打扮是不大一样的 好除了正妹之外呢 好所以这种叫做word association 我给你一个字 好 好 比如说我问你 麦当劳 然后你会想到什么 你会跟什么连结在一起 想到麦当劳 你会想到什么 第一个出现的是什么 麦当劳叔叔 他说他出现的是麦当劳叔叔 他有没有别的同学 第一个出现的是什么 是什么 啊 你们都没有 作用节 你不是 我想到北斗 我跟北斗的词文 蛤 麦当劳叔叔 这几个字 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吗 真的吗 好 他会说少来 好 好 一般来讲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汉堡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说这个 free association就是这样 让你自由连结 好 就是你的第一个潜意识里面 你会想到什么 而不是去经过深思熟虑 然后我告诉你我想到什么 不是 好 是用直觉式的 哎 看到这个字 你就会想到什么 那我们同学 这样一种方式 最常用在什么地方 这种资料搜集 最常用在什么地方 脑力机的啊 好 我一直说 通常我们在商业里面 或在企业里面 最常用这种方式来做什么 通常就是你那个品牌 品牌的名字啊 假设我现在要取一个品牌的名称 你看到这个名字 你会想到什么 好 通常常常会用这种手法 好 那 或者是像辅仁大学 好 我们现在要有一个logo 有一个 有一个logo 好 你看到这个logo 你会立刻想到什么 好 所以类似像这样 所以他说 free association techniques 这种自由连结的这种方式 通常你要记录的是什么 record a respondent's first cognitive reaction to some stimulus 通常我们要记录的是 你最直觉的 第一个跑出你的脑海里面的是什么 你不要经过深思熟虑哦 所以你要立刻反应 好 所以你的第一个认知上的一个反应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记住的是 要记录的是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你不要给他 你帮我想个一分 两个想个一个小时再告诉我 不是 看到这个字 第一个你就会跑进你的脑海里的是什么 好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这个free association techniques 好 那另外一种呢 我们叫做sentence completion 我会给你一个句子 但是没有完成 你就帮我把这个句子完成 好 就是你觉得这个句子后面应该怎么样来完成 那这种都是可以来抓住这个消费者他的一些 一些看法 一些想法 而且是非常直觉的一种看法 好 好 这是完成句子 好 比如说 people who drink beer are 喝啤酒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你会 你这个填空底你要填什么 喝啤酒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叶齐名 你会填什么 喝啤酒的人是大肚子的人 所以你认为啤酒会跟大肚子连结在一起 所以很多的企业呢 他们在鉴定那种 想要了解品牌形象 或者是 想要了解大家对这种事情的看法 也常常会用这种方式 好 那除了大肚子的人之外呢 李益胜 你会填什么 想要庆祝事情的人 对不对 心情很愉快的人 那黄怡针呢 是运动员 好 真的哦 所以 你看 有一个人说喝啤酒是大肚子的人 好 我们可以理解 因为可能会觉得说很容易发胖 对不对 那有人说是心情很愉快的时候要喝啤酒 有个人说是运动员 好 那我们说像这种植的研究 或是类似像这样的研究 它的缺点就在这里 你到底要怎么样来归纳 每一个人讲的有这么多种不同的 你看 居然会讲到运动员 为什么喝啤酒会讲到运动员呢 所以你就很难归纳出 它之间的一个 一个关系出来到底是什么 好 所以我们说植的研究常常就会陷入 特别是像这种 这种研究会有这样的问题 好 好 那我再问你 A man who drinks light beer 喝淡啤酒的男人是 light beer 就是比较薄啤酒 还是叫什么 light beer 我们有分成什么 有这种吗 淡啤酒啊 没有啊 好 那anyway 反正就是有假设中酒好了 你就觉得喝这个淡啤酒的人 是什么样的男人 所以这啤酒公司 他就很想知道 假设我要推出这个light beer的话 好 这个 这个 可能酒精浓度更少啦 或者是什么样之类的 好 那大家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他就可以 可以这样 好 好 所以呢 你会填什么 我看 李少福 你觉得呢 A man who drinks light beer is 怕喝醉的人 好 还有呢 所以 这个啤酒公司呢 他可能想要了解 大众对啤酒的一个印象 或者是我要推出这种产品的话 大家的想法会是什么 好 然后 Imported beer is most light beer 进口啤酒 谁最喜欢进口啤酒呢 有钱人 还有呢 他就觉得进口啤酒这样是 价格是昂贵的 也不见得吧 进口啤酒会比台湾啤酒贵吗 贵很多吗 会吗 我觉得台湾啤酒也不便宜啊 好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 进口啤酒就是跟价格连结在一起 所以我们说 透过这种自由连结的方式呢 那你可以了解 好 一些 一些 那个 样本的一些想法 好 用一些图片 来代表他们的一些 想法 好 那 就是 通常我们最常见的方式就是 好 比如说我 我现在有一些 我有一本 几本杂志好了 然后 我就让样本呢 你在这个杂志里面呢 有一些图片能够代表 你对某个产品的想法 你就把那个图片剪下来 好 然后 研究人员呢 就来分析 这些图片呢 共同代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好 这个是我们说用这种 图片的一种 最常见的一些方式 或者是呢 我给你比如说50张图片 好 那你觉得 喝啤酒的人 喝淡啤酒的人呢 是哪一种 你就把它放在 你就把那个图片挑出来 好 我可能给你50个图片 然后或者是几十个图片 然后你告诉我 你觉得 喝淡啤酒的人会是哪一种人 好 或者是喝台湾啤酒的是哪一种人 喝进口啤酒的是哪一种人 你就把那个图片呢 挑出来 你觉得这种人呢 好 可能有很多的人的图片 对不对 那这种人就是会去喝台湾啤酒 那种人呢 会去喝进口啤酒 好 然后你再对他所挑出来的这些图片 来进行分析 好 这种我们叫做collegist的一种方式 好 那这种方式呢 他说呢 这个respondents prepare a collage to represent their experiences 我们就用图片来代表我的一些想法跟经验 好 那研究人员就是去分析 那这些图片所代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好 喝台啤酒的人 他的一个 他归纳出来的这个人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 好 所以研究人员就去归纳 这些图片所代表的意义 好 那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呢 就是这个哈雷机车 哈雷机车 哈雷机车呢 他就曾经用过这种cut and pass collages 好 就是让 让你那个 要本人来剪贴一下 那你觉得哪一些人呢 会去骑哈雷机车 好 哈雷机车的这个 哪一些人是他的 会去买哈雷机车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好 所以他们类似像这个样 那他其中呢 有一个主题就问他 就想要知道说 呃 拥有哈雷机车的人 跟没有的人 那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种差别 就是去拥有 比如说哈雷机车的拥有者 跟没有去买这种哈雷机车的这些人 他们在课词上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 那他们就是用这种图片的方式 诶 你告诉我哪一些可能是去买这个哈雷机车的人 哪一些他可能不会去买哈雷机车的人 后来他归纳出来呢 哈雷机车的拥有者呢 他们有艺术工作的这种倾向 好 在座同学 如果你有钱的话 你会去买哈雷机车的举手 你有钱的话 如果你有钱的话 你会去买一台哈雷机车来骑的 请举手 只有一格 好 所以呢 OK 我们看看林医生有没有符合这样的一个倾向 所以他有一种艺术工作的一种倾向 第二个呢 他们喜欢自由自在 还有喜欢户外的那种自由奔放的感觉 好 就是outdoor 享受户外大自然那种自由奔放的感觉 他说哈雷机车的拥有整个 这实际我们是可以想象的对不对 哈雷机车的拥有者 他利用这种 这种图片拼贴的方式 后来他就归纳出来 这种拥有者的人呢 他们的一个共同倾向就是 他们常常有一种艺术的倾向 然后第二个是享受户外大自然自由奔放的感觉 这种人 好 那没有的人呢 其他的25个人 no owner 他们就没有这样的一种主题了 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所以这个是哈雷机车拥有者 跟非拥有者 他们最大的一个差异在这个地方 好 好 第三个方式呢 我们请同学看一下153 153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叫做 projec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叫做影射性的研究方式 好 影射性的 换句话说 什么时候要用影射性 影射性就是我不直接问 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怎么样你怎么样 而是问好 用投射的方式 让你把你的感觉投射在第三人的第三人上面 或是其他的事物上面 而不直接问你的感觉 那通常这种这种方式用的最多是 我有一些问题是比较敏感性的问题的时候 好 你说 我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你有用盗版吗 好 你如果我就直接这样问你的话呢 你可能会说没有没有 但是我想要 我就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你的同学里面百分之多少 我有 会去使用盗版 好 这时候你可能会告诉我80% 90% 100%可能都有 但是我如果问你 请问一下你这 你有没有使用盗版 你可能会说没有 我没有 好所以我们这比较敏感的这种问题的话 嗯 就会 好用这种叫做 projective techniques的这种方式 好 好 那这个projective techniques的方式呢 这个人讲的很好 他说 a man is listening to himself when he talks in his own person 当一个人呢 面 当你当一个人 一个人呢 在谈他自己的时候 他其实最不像他自己的 但是如果你给他戴一个面具的时候 他就会告诉你最真实的一个话 好 这是为什么要用影射性的技巧 你如果直接问他说 请问一下你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他讲出来的东西是最不像他自己的 好 那但是如果你给他戴一个面具 他就会讲出 换句话说匿名的效果 这叫做匿名的效果 对不对 你如果匿名了这个效果的话呢 他就可以 哇 讲了无所 讲出非常多的这个事情 所以同学你去看那种 像那种BBS版 因为都是匿名 对不对 你看每一个人在上面讲话 真是 毫无禁忌可言 你有没有发现 好 在那边讲话 不管是他讲话的用词啊 他平常的可能不会 满嘴脏话 好 但是在BBS上 他可能满句呢 不是 都是 要不然他就是非常激烈的一种用法 好 所以就是因为他已经戴了一个面具 好 如果你让他面对面讲 他不会这样子来讲话 但是你如果要戴一个面具哦 他就会畅所欲言 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用 Projective Techniques 的一个原因 好 好 欸 怎么变成这样 好 那 所以我们说 Projec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是一种比较间接的询问的方式 好 让这个Responder呢 把他的信念感情投注在第三人的身上 或是一个物件身上 或者是一个情况 或者是一个状况 工作状况 所以换句话说 我不直接问他怎么样 而是让我希望他把他的感觉 他的想法 他的感情呢 投注在第三人身上 或者是一些事物上面 好 那他不会觉得说你是直接在问我 他就愿意比较愿意讲实话 好 好 所以这个是 通常我们说这种技术呢 用的最多的就是 在收集这个 Sensitive Issue 的时候 好 用这个比较敏感的这个资讯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会用这种方式 好